把两次的几率到底谁多谁少 把它计算一下 计算的方法基本上就是 把两次加在一起就对了 你想说要比较符合统计学的概念 其实我跟各位讲 我们这一题比较简单 就两次加在一起 至于你如果要统计学的原理原则 你可以做变化没关系 我们基本上希望两次加在一起 的话就等于这一次的几率 加上这一年的几率 把两年的几率加在一起就对了 向下填满之后 我主要是想要知道说 到底两年的几率 哪一个几率排名最高 哪一年的几率最低 理论上是要找到 几率高的七个号码 把它涂个颜色或者帮我列表出来 所以排名的话 我们可以用那个统计学统计理 里面的有个叫rank.eq 所以你往下找R开头的 这边有个rank.eq 按确定之后 那rank.eq这个函数需要有三个参数 那其中的话第一个参数是 你的合计结果 number就是他 ok 第二个的话呢 ref就是reference 参照位置 意思是说 这个合计结果在哪个范围 就在全部 全部的话指的是全部人的合计 所以就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的话是从第二 到底下 control shield向下 ok 那会有一样的问题 就是说 必须如果你等下要向下填满的话 D2的2 跟D43 这个要加钱的符号 如果没加的话 当你向下填满 它的数字会加1 ok按确定 那你可以看到呢 第三个其实不用 因为第三个说 零或省略表示递减 ok 意思是说 高的排前面 低的排下 那没错 ok按确定 你可以看到排名结果 他这个1号排在第66个 那底下的向下填满 他就可以查出来 这个地方的话 第一名 那第一名最多是哪一个 看一下 那第一名这个 他的几率的话 两年加在一起的话 是606次 ok 所以其实几率最高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希望做出来的结果 那第一个 你可以看排名 rank.eq 其中一样的道理 你想说老师 那这个范围呢 如果我要比照办理 比如说刚刚是给一个名称定义 那我可不可以把这个范围改成一个名称 当然可以啊 那怎么改 一样嘛 其实主要是这个范围指的是D2到D43 那我可以怎么样呢 我可以先给一个名称叫合计 然后把合计的名称放在这里 也可以啊 那做法1 先取消一下 把这个名称先复制一下 Ctrl C 然后取消 2的话呢 选这个范围 D2 Ctrl C向下 给一个名称 给 在名称方块上点一下 把名称输入上去按Enter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这个范围就叫合计了 OK 如果你想要确定的话 你可以在哪边找到 公式 名称管理员 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有合计 指的是这个范围 那假如是有错的话 请记得在这边修改 改完按打勾就可以了 OK 如果大家特别注意哦 公式名称管理员 好 那我们如果要改动这个 Rank.eq的话 一样把这个Ref delete掉 按F3 合计就出来了 有没有 OK 我觉得合计好像比较OK 因为这个公式 也比较没有那么容易 而且不用加钱的符号 OK 按确定 好 向下填满 当然得到的结果 应该也会是一模一样的 好 做完之后的话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已经做完结果了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可以做总共有六个按钮 第一个按钮就是按下乐透彩它会自动帮我做完 清除的话就把旧的资料清掉 然后格式化 格式化意思说帮我把排名前七名的底色填上黄色的底色 那一样有个清除 最后的话当然我不要 因为如果用格式化有个缺点 你必须要卷动才能看到其他号码 我希望你干脆帮我把 它这个排名小于等于七的自动列表在这里 一个清除 这样怎么做 待会的话我们就要来看 VBA的撰写有六个按钮 OK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在旁边多增加两个按钮 就是一个是清除 按下它清掉 第二个是把乐透彩再输出 那你想说这个程式如何写 其实很简单 一个回圈加四行程式就好 四行就四个栏位 那其实都做一样的事情 只是说呢 它的列变动而已 栏 有没有 列跟栏变动而已 那所以程式如何撰写 首先的话清除 OK那清除的话 可以先写 然后再写乐透彩 那写的方法一样 一把开发人员里面的VBAE叫出来 二的话呢 一样就插入两个SUB 前面讲过 两个SUB 就表示两个按钮 那一个按钮叫SUB乐透彩 一个按钮叫乐透彩清除 那先写哪一个比较简单呢 其实你会发现 两个的结构几乎一模一样 差别就是这个后面有没有加公式 所以清除好像比较好写 那我写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所以首先的话呢 怎么撰写 一 我从头写 应该都知道怎么开头 因为前面 主要第一个啦 你把那个VBAE打开之后的话 这边一定是空白 所以第一步的话 按右键一定要插入模组 第二步的话呢 你先打一个叫SUB乐透彩清除 按个Enter 有没有 然后就有个SUB了 那这个SUB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要做什么事呢 跟他讲说 我要清除的范围 是从哪一列到哪一列 所以先列 然后再栏 所以列的话呢 是 forI等于 第二列到 第43列 Enter两下 打一个Nets 那43怎么来的 其实你可以控制向下 这边就有43了 OK 然后呢 我们再来要做什么呢 帮我清空B栏 C栏 D1 那其实 清除的话记得 打一个Sales 哪一个储存格 第I个储存格 所以这个I等于是2到43 等于是一个范围 哪一栏呢 B栏给他一下 清除的话 那等于空的就可以了 这样就清除 然后Enter 所以B栏要清掉 C D1 所以把这一行C C 贴 贴 再什么 再贴就可以了 所以分别贴完之后 改B C D E OK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清除写吧 那可是问题公式要怎么出现 其实跟这个程式 几乎一模一样 差别只是说呢 我们把刚刚的这个双引号里面 放什么呢 放这个公式到里面就可以 所以这个栏里面 如果有这个公式放进来 这个双引号 那就是输出这个我们要的结果 那怎么改比较简单 第一个 你把这个公式 把这个程式C 贴到底下 贴上 然后呢 改个名称 叫乐透彩就好了 好 第一个 OK 所以你会玩一样 第二个的话呢 把这个公式复制贴过来 那特别注意 贴过来的时候改一个地方 改哪个地方 改你会看到这个A2 下来变A3 下来变A4 所以理论上这个2的位置 改成I就可以了 改的方法前面有讲过 所以把这个复制一下 取消 切到Visual Basic之后呢 贴到乐透彩的双引号里面 并且把A2的2 改成I 改I的那个口诀还记得吧 双引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两个 再移到中间 打个I就可以了 然后And前后加空白 改 改完了 OK 这个前面也讲过啦 你再把它打错就OK了 再来的话B栏是什么 B栏的公式 其实跟 C栏的公式 跟B栏基本上只差 这个101 改成102 所以其实你贴上之后 最简单的方法 直接改这样 OK了 那这个D栏的话呢 就是核气 所以把这个公式一样复制 取消 切到Visual Basic之后贴过来 那改的方法一样 把2改成I就可以了 那最简单的方法 可以拿上面这个 双引号到双引号复制一下 直接贴到2的地方 盖过去就可以 因为其实做的是一样 所以你如果懒得在做的话 你就直接把2 把它贴上刚刚那一串 双引号到双引号的公式 这样就OK了 然后再来的话 再来就是Rag Rag这个 一样把它复制一下 取消 然后贴过来就可以 贴上之后的话 看一下有哪个地方要需要变动 有2 所以2的话一样 把这个双引号 到双引号这一段 复制一下 盖过去就可以了 好 程式写完了 不过有个地方 可能可以删掉 但不删也不影响 因为这个有and c后面的andi 还有and空白 所以这个地方and空白 其实可以拿掉 但不拿掉也不影响 只是and空白看了 就会觉得怪怪的 多此一局的感觉 好 那改完之后的话 接下来测试 所以一样把它先清除 有没有看到清掉 有了 那有没有看到输出 输出结果也OK 有没有 所以它等同是把公式 重新再丢回去而已 那最后的话 做两个按钮 一个是清除 一个是输出 好 这样OK了 所以以后的话 你假如说每天都要重复做的事情 你干脆就做按钮 按下去OK了 只是也许来源资料变更而已 然后再可以让它秀出结果 好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然后这两段程式 其实云端白板上面也有 不过我建议你可以尽量去熟悉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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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